我们说说为人处事跟沟通 这个沟通现在很强调 实际上确实很重要 但是呢 真正的厉害沟通 还是不勾而通 就是 能做到默契 沉默是金 你的言行举止 举手投足 对方一看 就明白 或者说我们两个很有默契 甚至你想什么 动什么心思 我一想一感觉 就知道 这是高人 这是真人 领导有的时候 比较容易能做到 上层他们谈话 干什么是很愉快的 干什么一个电话 真正的还是要少输 嘴是一张 耳朵 多听 眼睛 都是两个 多看 最主要的呢 你要是想 要多想 这就对了 凡事呢 我们加上一个 都是两难 两难要坚固 坚固到什么程度呢 合理 不能一刀切 上来就 这个要 那个不要 这个好 那个不行 不要再 不要再跟西方学 我们受的 这个思想 禁锢 太 长了 而是他们 比较笨 我们 是比较 周全 玩玩 沟通 三个要素 中国人很厉害 一个事 我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们两个关系很好 那你要告诉别人 就不要说 我说的 你非要说 是我说的 我就说 我没有说 你看 一个圆 画下来 多圆 那嘴是你长的 我想告诉你 是我给你面 那你 又出了意外 也不能怪我 你怪我 我也可能 可以推得开 这才叫 好的沟通 厉害 高层 首先 这是精气神 这个基层呢 一定是 精 最基础的 化而气 气又能化成 神 神就是领导 领导最厉害 是吧 这个 在相都里能称传 我要融得像 各种的 言论 机能 本领 我讲话呢 沟通的时候 又保持相当的弹性 凡事不明说 嗯 嗯 好 那当官都这样 追求 中庸 寻求合理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不是正中间 而是合理的那个点 那个才是中 你不然这边偏了 就马上过来 那边 那跟两头草 有什么区别 那还是领导 说到什么程度呢 说沟通 说到不死为止 怎么样 我都能圆 怎么都是我对 厉害 不够而通 我们说了 默契以天长 中层 就是有能力 能力本位 很受欢迎 说你有本事 能干 干不 实际上西方都强调能力本位 这个 只是在中国 最多就是个中层而已 成上其下 这种人 就只能做中层 明白了吗 成上其下 因死因地 人是物 因这些而置疑 随机应变 还要则善固执 这个并不矛盾 好的 才要固执 那这个中层是不得不说 因为他 上面还有人 所以说 他作为弱势 作为下层 他要先开口 你跟领导汇报 没有说让领导 先说话 那领导一说 这话就不客气了 你等到人家再说 你要主动认错 勾而能通 这个就强调 勾通了 干部 理解万岁 然后基层呢 就踏踏实实地把事做好 安全可好 依法而行 遇到事 因为这个 他们都是接触一线的 都要跟及时商量 过去的制度法规 不对的 及时调整 物本求实 为人成